虾皮卖家 虾皮下半年的大厨忘记 许多卖家和我一样正抱着报单的期待 积极准备赞助 相信这段时间努力一定会让我们在大厨收获满满 在准备大厨期间 我仔细研究了卖家中心我的数据板块 希望能运用数据更好的提升店铺表现 跟我一起为大厨做好万全准备 卖家中心我的数据板块中 有着店铺和商品维度各项运营指标 是我全面直观地了解店铺情况的强力武器 看我的数据 在卖家中心首页逐中有三个入口 就知道它有多重要 我的数据主要分为仪表板和商品两大板块 如何利用这些宝藏数据婉转大处呢 同样身为虾皮卖家的我 带着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开启后台数据探索之旅 仪表板可以查看哪些数据 从卖家中心进入我的数据详情颜面 我们在底部可以看到仪表板的标签 刷写订单类型和时间范围后 及格查看店铺关键数据 卖家的概述商品排名及非列排名四个维度数据 一刷写订单类型和时间范围 仪表板中显示的数据 所有的指标都基于选择的订单类型和时间段 我们既可以直接在线查看 也可以点击页面右上方汇出数据 下载到表格中查看 2. 查看关键指标 当我们刷写结束后 在仪表板页面可以看到店铺的几个关键指标 1. 查看每个指标的具体含义和数值 2. 查看每个指标在当前时间段 以上一个时间段相比的变化幅度 如果选择的时间是昨日就会显示 昨天合金和前年的对比 3. 任意选择1到4个指标 查看变化趋势 3. 查看买家的概述 买家结构的相关指标可在此处查阅 1. 查看每一指标的具体含义和数值 2. 从怀星图中查看新买家和现有买家的占比 3. 查看每个指标在当前时间段 与上一个时间段相比的变化幅度 4. 查看商品排名 商品排名部分分屏类展示了店铺排名前五的商品 共有四个排序维度供我们选择查看 1. 点击下拉菜单 选择想查看的子类目 2. 选择想查看的排序维度 3. 查看商品排名及指标值 4. 点击商品为名称 进入商品前台详情页面 5. 查看分类排名 基于我们所选的订单类型和时间段 非类排名会展示店铺总销售额 排名前五的子类目及销售额 商品可以查看哪些数据 看完仪表版的内容后 我们将我的数据板块上的标签 签换至商品 即可查看概数表现及商品整 但三个维度的数据 1. 查看概数 我们可以在商品概数的部分 查看店铺所有商品的整体指标 指标趋势及店铺排名前十的商品 具体操作如下 1. 筛选时间范围 点击上方下来菜单 选择下查看的时间段 2. 查看商品的概数 这部分展示的商品在流量 保持和展化三个维度的指标 查看每个指标的具体含义 和在所选时间段的数据 查看每个指标 在当前周期与上一个周期相比的变化幅度 3. 查看趋势指标 这部分展示了店铺商品整个统计指标的变化趋势 我们可以选择流量保持和转化相关的日益 1到4个指标 查看这些指标在缩写时间段内的变化趋势 4. 查看商品排名 在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维度下店铺排名前10的商品 共有6个排序维度供我们选择查看 选择下查看的排序维度 查看商品排名指标指占比 以及指标在当前周期与上一周期相比的变化幅度 点击商品名称进入前台页面 点击详情进入表现页面 查看所有商品的指标数据 2. 查看表现 商品表现部分有店铺所有商品的详情数 我们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1. 查看 选择查看的时间段 2. 选择查看维度 从商品维度给定的24个指标中 选择1到10个指标进行查看 3. 通过以下任意一种方式筛选商品 按分类筛选 选择分类 查看商品领目及卖家自定义店铺分类下的商品 按关键词筛选 输入关键词 搜索名称中包含关键词的商品 4. 按照任意维度对筛选商品进行排序 3. 查看商品诊断 这部分主要展示了在某些维度下表现异常的商品 可以让我们及时诊断问题商品 采取优化措施提升商品的运营表现 我们可以在这部分进行以下操作 1. 选择查看的日期 2. 选择查看维度 系统提供了5个维度对商品的异常表现进行 评估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优化建议 3. 查看异常商品名单及指标值 4. 点击商品名称 进入商品前台页面查看 5. 点击商品右侧的编辑按钮 直接进入到商品编辑界面 对商品继续优化 这就是我的数据使用密集 趁此机尾分享为各位卖家朋友们